外滩短短1.5公里 上海金融地标 1986年 在距离外滩300米的江西中路200号 交通银行重新组建 拉开了中国商业银行 改革的帷幕 1986年 在距离外滩5000米的 南京西路1806号 中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柜台挂牌 股票 这一曾被视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凭证 再一次释放出 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四年后的1990年 在距离外滩1000米的土江饭店 一声红亮的铜锣声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向世界宣告 中国将坚定地进行改革开放 时钟再一次转过四年 1994年 在外滩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人民币的定价 开始改变着中国 也影响着世界 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就这样选择了金融 选择了上海 那些毕露蓝绿的改革者 为了一个梦想 冲破了重重束缚 外滩 外滩也因此而再次幸运地 拥抱了世界 陆家嘴 1.7平方公里核心区 上海金融新地标 1986年 陆家嘴还是一片农田和澎湖区 没有人想到这里会繁荣 九年后的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从外滩迁入陆家嘴 一江之隔的跨越 意义深远 自此之后 金融机构纷纷抢摊 金融就仿佛一根魔棒 造就了陆家嘴今天的奇迹 白天这里高楼林立 车流不息 夜晚这里灯火辉煌 人潮涌动 2008年5月9日 首阶陆家嘴论坛开幕 世界格局 中国金融 十年魔力 风雨前行 今天 陆家嘴论坛的影响力 远波海内外 2018年 新时代 中国金融开放 再次扬帆起航 回望 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从外滩到陆家嘴 只有三百多米的距离 一路走来却充满艰辛 历尽坎坷 绝非不容易三个字 所能诉说 从外滩到陆家嘴 需要跨越的 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 还有千百年沉积下来的观念 从外滩到陆家嘴 金融中心的目标和使命 既在当下又在未来 从外滩到陆家嘴 那些目光坚定的决策者 那些披荆斩棘的改革者 为的都是同一个梦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